我们来关心APAC领袖峰会落幕了 我国的领袖代表张忠谋 在国际记者会上表示 他与美国总统拜登有非正式的互动 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跟President Biden有相当多的互动 但是没有正式的所谓双边会谈 但是有好几个资深的官员 比方说是Secretary of State Pinken 比方说是Vice President Komla 比方说是白宫的经济的资深顾问 我跟他们几位都有相当深入的讨论 好 根据张忠谋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和拜登之间只是一些幽默性质的社交对话 另外也有跟多位的领袖来谈话 但是呢不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总统蔡英文他也在社群平台X上面发文 感谢张忠谋的努力 表示期待台美关系持续深化 哈喽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